東南亞國家聯盟在新加坡召開會議 匯集來自包括中國、美國及歐盟等世界各地的外交官與會 進把部位安全部隊在街道巡邏及驅趕記者 現任總統武藍加古亞在選舉獲勝 有門反叛分子控制的港口城市霍迪達一間醫院及一個魚市場受到兇襲 至少20人喪生 孟加拉兩名青少年被首都一部超速巴士撞死後 學生對該國不受監管的私營運輸業犯理大規模抗議 美國蘋果公司成為第一間市值達到1萬億美元的美國上市公司